接下来要带你关心的是中国的政局 中国政治明星曾经未来前途一片看好的薄熙来 日前被解除了重庆市委书记一职 而现在有报道指出 薄熙来因为企图阻挡当局调查他的妻子谷开来 是否涉嫌贪污一事 而让薄熙来重见落马 包括了美国 英国的媒体都报道 薄熙来遭免职的原因 在于有关当局正着手调查他的妻子谷开来涉滩 而重庆市的前市长王立军 告诉薄熙来有关于这起调查事件 原本是想借此把柄巩固地位 不料引起了薄熙来的不满 王立军为了自保 才在2月初前往美国驻中国的领馆寻求保护 事件爆发之后 引发了一连串的地雷 最后薄熙来被解职 这起政治事件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 而外界也认为 这也凸显了中国政坛夺权斗争的情况 这也凸显了中国政坛夺权斗争的情况